缸顶过滤器 底厚假沙床 过滤桶 蛋白分离器 烧酸盐去除溶液 厚沙床 因应可以付出的价钱和保养时间 选择适合的过滤组合后 就可以预备注水入鱼缸 开始开缸 如果使用底厚架或厚沙床 又或者打算铺一层薄沙在缸底作装饰用途 就要先预备好沙床 将购买回来的包装沙用清水清洗 当清洗出来的污水和泡沫大幅减少之后 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就用海水化学盐来调制人造海水 海水化学盐的品牌繁多 大致可以分为养鱼和珊瑚用途两大种类 分别是在于丝、钙、尾等成分比重有多少 这些成分对珊瑚的成长比较重要 含量越高,价钱也比较高 包装上通常都会注明 是不是珊瑚缸和毛脊椎生物的用途 当然应有成分表列印在上面 豆衣水俗店会俗称这些为高概盐 而在同类盐中,价钱也有高低之分 各样成分比较足够的盐 同等份量可以调制比较多的人造海水 价钱通常就会高一点 调制海水被小型鱼缸用的时候 如果缸里没有沙藏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清水注入鱼缸 然后将大概份量的化学盐倒入鱼缸 搅拌 等待化学盐溶解之后 放入比重计,俗称盐度计 来测量盐份的比重是否足够 淡水的比重是1.0 而海水的比重是1.020至1.024之间 一般的盐度计非常便宜 但也有不差之盐 而准确度高的浮沉式盐度计 或者光学式盐度计 可以是比较贵4-10倍的价钱 初学者不妨先使用便宜的盐度计 当盐度计在水中稳定不动之后 水面停在1.022的刻度就可以接受了 如果浴缸中有沙藏 就要先用一个大胶桶装满水 再把化学盐倒入胶桶里 用盐度计调最好比重 在沙藏上放一个碟 把桶里的人造海水向着碟倒进去 这样做,水就不会直接冲击到沙藏 避免破坏了沙藏的结构 和当鱼缸水注满之后 就不会变得云续不堪了 鱼缸注满水之后 就可以开始安装过滤器 如果是用缸顶式过滤器 就非常简单 只要将入水口的淚杯 尽量贴近鱼缸底部就可以了 使用底后架的话 就要将潜水泵安置在 过滤进水口上面 并且尽量贴近水面 当水流由潜水泵吞出 在小型鱼缸里 水流就会直接碰到对面的玻璃 反弹的水流就会将对面的水推回来 经过水底朝向过滤去进水口进入 就算没有能够调校出水方向的配件 反弹的水流也会令水面出现一些波纹 防止水面因为静止 而积聚了一层油脂或塵埃 波纹也能将空气融入水里带来氧气 又可以不规则地折射光线 令水底出现自然的水纹景观 使用过滤桶的时候 亦是应用同一个道理 将入水口贴近鱼缸底 将出水口贴近水面 但在启动过滤桶之前 切物将出水口露出水面 一定要将它全部浸在水里面 然后摇动过滤桶上的手动抽气泵 将桶里面的空气抽出 当桶里面出现一刻的真空时候 水压便将鱼缸水向下压入桶内 这时可以暂时停止遥动抽气泵 当发现入水停止后 便可以接驳电源并且启动过滤桶 如果听到有空气声从过滤桶传出的话 那就多摇几下抽气泵 将过滤桶里面剩余的空气排出 一会之后 这些声音便会完全消失 这时可以将出水口提升回去 贴着水面 借以在水面製造波浪 下一步就是安装蛋白分离器 气目式的蛋白分离器 可以在近顶部的位置 看到一条水线黑度 善意将它沉在鱼缸里面 直至到水面到达这个黑度 谨记将接驳器目的气泵放在高过水面的地方 以防气泵意外停顿 鱼缸水会因为水压而倒流入气泵 如果使用挂钢式的蛋白分离器 就要将它挂在鱼缸的一侧并且启动 如果发现有水被推入泪杯之中 就要暂时稍微锁进入气口 令到气泵稍微降至到樽颈位 这个时候先让鱼缸过滤一天 让海水化学热完全融入水里面 将沙床的骚髒东西 身水带雷的微凉绿气 水喉里面的剝落物等等 都全部过滤出来先 下一集将会介绍 如何开始培植消化细菌 按下订阅 留意下一集的推出时间